Hello大家好,我是曾君 石头科技作为小米生态链企业呢 近几年的产品从一炮打响的米家扫地机 到更智能的石头扫地机 再到能扫能拖的石头T6 和更大水箱更大吸力的石头T7 而今年石头科技旗舰新品终于更新了 堪称目前扫地拖地最强 体验最智能的产品 这就是石头扫拖机器人T7S Plus 开始清扫 石头T7S Plus有三大最突出的特点 一、智能升降式声波震动擦地 目前拖地最强的扫地机 是的,现在所谓的扫地机不只能扫地 它还能拖地 真的不得了 但这么小的机器如何做到像人一样使劲拖地呢 石头T7S Plus就做了一个黑科技满满的擦地系统 采用升降拖布加震动擦地 加电控出水的策略 每分钟3000次高频声波震动擦地 电控出水精准控制水量 相比传统扫地机一扫而过的拖地呢 石头T7S Plus相当于用更大的劲儿去清洁 瓦解顽固污渍 哪怕干了的笔记和酱油都能一次擦干净 拖地效果比以前提升了四倍 但是家里的地面不一定都是平整的 遇到地毯怎么办 这时就体现出了智能升降模组的好处 新增的超声波传感器能识别地毯并在地图上标注 遇到地毯时自动升起拖布 在不打湿地毯的情况下还能吸走灰尘 拖地完成后也会自动收起拖布 回冲的路上不会污染已经擦干净的地面 就是这么自然又智能化 有意思 嗯哼 二 性能均衡噪音响 搭配自动集沉充电座 实现月抛式倒垃圾 性能方面石头T7S Plus是完全的顶级配置 2500帕的大吸力和5200毫安的电池 还自带470毫升的大容量尘盒和300毫升的大水量 只要你家在250瓶以下 基本都能一次扫完又拖完 彻底解决家里谁去扫地拖地的问题 男同胞们真的要注意 这个东西能减少很多的家庭矛盾 是提升生活品质的一大利器 石头还推出一款自动集沉充电座来 每次扫完回冲时 集沉座就会自动把扫地机里的灰尘吸走 从一星期倒一次垃圾变为一个多月倒一次 还是从拆尘和有浮尘的体验 变为更方便的月抛式尘袋 每月换个一次性尘袋或者使用集沉筒都可以 让使用体验再升级一步 果然懒才是科技进步的最大动力 石头T7S Plus采用AI结构光臂杖 升级到了毫米级的臂杖能力 相当于它的眼睛更明亮 脑子也更聪明了 不会误打不撞 地图管理 智能分区 定时清扫 这些都是石头扫地机的传统技能了 现在扫地托地会自动用不同颜色表示 浅白色就是托地路径 扫了多少托了多少一目了然 你还能自定义不同房间的清洁方案 比如厨房需要强力扫加强力擦 主卧安静模式加轻柔擦都可以自定义 除了和小爱同学搭配 现在还支持小杜、天猫精灵和Siri了 整体体验下来呢 石头T7S Plus的托地效果让人更惊艳 再配上全向浮动主刷可以更灵活的贴合地面深度清理 主刷先扫带走灰尘 振动区域再拖地除去顽固物资 达到最佳的扫脱效果 而且这代产品噪音更小 总之它真的很省心 也很智能 智能的让你感觉扫地机器人本就该如此 不是冰冷的机器 而是一切都像人一样自然的智能机器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